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5月17日 我们继续来预测特斯拉的股价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767.16 收盘价是724.37 盘中最高是在769.76 最低是到达了719.08 那当日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辅值是达到了50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2869.95万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93倍量缩 KD值我们会看到快线下穿了慢线 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的反转 MACD我们会看到开口不变 双线继续下行 并且呢 在5月16日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 更短的红柱 那这说明股价呢 在保持现有的趋势 好 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5月16日生成的这个K线啊 叫做实体中红K线 是一个下跌的K线 那它的特征啊 那它的特征啊 是实体部分的涨幅要在4.5%以上 没有上下有线 即使有呢 也是很短 那这样的K线啊 可以出现在K线图的任何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读一下 5月16日当日生成的这个实体中红K线 首先说它的位置是在一个下跌到了低档 然后出现反弹之后的一个回档 那通常情况下 一个实体中红K线 如果出现了这个在K线图的相对比较低档的一个位置 那后续股价如果是不再继续下跌 那通常会出现打底 嗯 当然如果在后一个交易日股价出现了低开低走 那么很有可能股价还会继续下跌 好 以上是K线信息的解读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股价后续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好 我们会看到啊 在5月13日出现反弹的时候啊 出现了一个十字线 那在之后呢 在5月16日我们会看到股价并没有出现继续向上的反弹 而是出现了一个下跌 那如果呀 我们现在继续看多这个特斯拉的股价 那在后继 那在后续也就是说在5月16日出现的这个下跌的红K啊 它只是一个回档 嗯 那如果只是一个回档 那我们判断后续可能还会继续出现反弹 那它将有一个对标志 也就是这个回档 在比如说在5月17日 它不能够跌破 我们看到下方 也就是5月12日这个上涨的绿K的实体的下沿 也就是701这个位置 嗯 那只要在5月17日股价如果啊 不跌破701那后续呢就会有继续向上反弹的可能 嗯 那我们是说看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对 那好了 如果股价呃 在5月17日没有跌破701呃 后续出现了反弹 我们再来看看上方的压力 那上方的压力呢 一定是769 也就是5月16日的这个最高 那也就是说出现反弹 它首先要吃掉5月16日这样的一个下跌的红K 嗯 那如果再向上呢 上方是878 我们会看到是5月13日的这个最高 嗯 那也就是说只有站上这个787之后啊 那我们说股价有可能才会出现继续的向上反弹 甚至说是上涨 好 那么我们调整一下现有的这个水平线 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啊 调整到787 好 那这样看来啊 我们可以看在5月12日出现反弹之后 然后再次出现回挡 那只要不跌破701 后续反弹能够站上前面的反弹的这个最高 也就是787 对 那么股价将会出现继续反弹 好 那我们呃 作为观察 我们来看这个787这个水平线 嗯 那好了 这是上行 那如果股价下行呢 我们来看 在5月17日 也就是今天开盘之后 呃 如果是低开低走 那股价如果是跌破了701这个水平线 那我们认为后续 它的目标 一定是要奔向680 嗯 也就是说再次创新低 嗯 好 这是下行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5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首先我们来看压力位 那上方的压力位呢 我们认为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我们测算是在739到749之间 也就是在这个区域 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呢 是前高 也就是5月16日的最高 是六七百六十九 嗯 好 那再向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标志线 也就是787 那如果股价收盘能够再占上这个787呢 就会继续反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上方 再上方的压力位 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 我们测算是在797到800 102之间 是在这个区域 嗯 当然再向上我们会看到 就是上方的这个水平线 也就是845 好 上面呢 这是压力位 我们再来看看支撑 那当日开盘之后呢 首先到来的支撑一定是前低 也就是5月16日的最低 是719 在这个位置 好 再向下一个支撑 就是这个701 嗯 这是5月12日 这个实体 K线的下降 我们刚才也讲了 如果是股价跌破了这个标志位呢 嗯 或者这个支撑位 那么一定会创新低 好 那再向下的一个支撑 就是前低 嗯 680 嗯 当然再向下 是650 我们认为在680到650之间啊 每一个点位都是一个强支撑 好 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 我们给出今天股价的预测 嗯 我们预测呢 嗯 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将会上行 呃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目前是盘前时段 现在的股价是在744 这个位置 嗯 好 所以呢 我们认为如果到开盘能够是一个高开呢 高开盘呢 我们认为股价很可能会去上行 嗯 那如果股价今天是上行呢 我们认为是当然是一个高开盘 然后呢 最高会测试到805 在这个位置 嗯 然后收盘会收在790 也就是我们认为会占上787这个水平线 对为后续的反弹和上涨打好基础 嗯 那盘中最低可能会回踩到745这个位置 嗯 好 这是第一个可能 那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横盘 如果是横盘呢 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一个高开盘 嗯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775这个位置 嗯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嗯 收盘会收在740附近 在这个位置 对 然后盘中最低可能会回踩到725 嗯 好 以上是我们对今天特斯拉股价的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嗯 嗯 嗯